就算此刻太過神奇 不知結尾我都想愛你 開拓宇宙 開拓全新的文明 馮盈盈,適應多姐 多姐她英文名叫Dorian 但沒有人會這樣叫她 都會專稱她一聲多姐 因為她在基點公司 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女高層 她的性格和外表都很強硬 很有氣勢 其他人覺得比較兇 例如你第一天上班 這樣都不認識 叫我多姐嗎 打開 關楚遙,飾演Bruce 這部電影的角色我叫Bruce 就是基點公司的CEO 亦有拍檔阿維惠,秦啟惠 其實一開始自己的理念 跟啟惠都是一樣 都是想造福人群 中間很多變數 自己的人的思維 或者方向都變了 AI叛變 很多財政 在我自己的角色 在那裡我很進取去想這些詭計 這些方向 慢慢感受到這個角色的邪惡 C君飾演Bill基 Bill基這個角色 其實他是一個天才 他很擅長做修理機械人 甚至乎可以重新組裝機械人 而令他可以行動 他對AI都能醫百病 好像醫生一樣 而他原本在一間大公司做維修部 但是他覺得大公司有很多規矩 就限制了他的自由 Bill基這個角色最驚喜的地方 就是和他一起談情的這位女演員 叫做May Yen 簡淑儀飾演不同款式的AI 因為我有幾個舊版機械人 有做侍應、秘書、個人助理 每個舊版機械人都會有不同的造型 我今天這一新造型 就是舊版機械人Carrie Carrie是一個秘書 比較機械式的 他可能走路、說話 都還沒有像Ali那種新版的高機械人 你好 請問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說 我已經追蹤到ASI-005的位置 在北韓平壤 繼續 我懷疑一個女人的AI 應該被人更改了GPS 她應該被人偷走了 賣了黑市市場 我們要不想撥機 這件黑材料, 如果傳出去 我們機械人馬上玩完 馬上 對於嘉廉那種換世不公 整個鬧鬧鬧鬧鬧鬧的態度 一開始真的很討厭 覺得他完全給不到成績出來 有一次機會上到他的家 發現有些古怪不對勁 他明明只是一個低級職員 但就好像擁有了公司最高級的財產 走失了機械人, 在阿寶那裡 戲裡面我自己不預期 Bill基就是古嘉廉的好朋友 因為嘉廉拿阿寶來維修 所以Bill基就見證到 這個那麼厲害的AI的誕生 我絕對不覺得在劇中 多姐是跟阿寶爭古嘉廉 因為在多姐的心目中 人類和機械人是無法爭鬧的 他會覺得 就算阿寶爭得多漂亮、多厲害 都只不過是廢鐵和數據和方程式 怎樣及他這個真人 和一個這麼厲害的女人鬥才行 Rocky呀 是, 主人 請問, 請問有什麼能幫到你? 阿寶的真相我見過而已 我想我男的A也這麼逼真 你幹嘛不穿衣服? 你吩咐我, 逢色是衣服 要洗好衣服 快點進去穿一件衣服吧 Roger Roger Rocky就是一個被人遺棄的AI 是標機撿他回來 又整理好他 是父子情 結果亦都令Rocky 可以和人類有一個可歌可歌的愛情故事 麥姑娘就是一個新版的驚嚇人 本身是一個很純的 會照顧老人家 慢慢不同的人類對他不好 然後開始想拿他便宜 然後又有另外一些機器人跟他說 其實人類是不好的 他就意識到這件事 然後就想去報復 我想演機械人 那幾位主要演員 他們真的有用心去找自己 究竟演繹AI的時候要做些什麼 我也很期待這部劇出 可以看到阿寶他怎樣和陸永的感情 由這個生硬的機械人去到一個人性化的機械人 做機械人其實是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玩的 做一個機械人又不可以有太多的表情 你的呼吸不能太大 還有眼神 可能就算被人爆瓶 你也是不能斬眼的 你就要連自然反應都可以控制得到 才會做得到 喂 喂, 幹嘛說謊 總之這件事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 這句老套了一點, 有沒有一些新的 有, 我和Angus只是公司上的夥伴 我可以說的就只有這麼多 什麼公司?我和你同一間公司 我是你上司 有些公司上的事可以不需要向你透露 我是你男朋友 私事應該說得我知道了吧 幹嘛瞞著我和其他人在一起 我沒有瞞著你 我只是沒有告訴你 這句有水準 因為陸詠, 大家都知道他非常搞笑 有風趣幽默 他突然間會靈感到 於是會爆肚 那一刻你就一定要撐住 接得住 否則有時候忍不住笑 那場的踢就笑長了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考驗 整套劇中和馮瑩 Dorian的戲最多 當然是好玩 因為我經常都可以放膽地罵他 真實的自己 即興埋埋的一些壓力 我就在這個角色上 就全部爆一下馮瑩 他都爆了人多了 這次我爆一下他